公園就是社區民眾生活的中心 那過去公園裡面其實都是一些罐頭家具 或者是罐頭遊具 那其實民眾的抱怨也很多 所以常常蓋出來的公園是民眾不喜歡的公園 過了幾年不是損毀就是要再重建 所以都是浪費錢 所以共同公園的概念就是希望說 能夠把在公園的建設構的過程 蓋一個哈書哈游 然後民眾喜歡還有一些建立器的公園 那共同公園在我們合體公園的這個部分 有三次的公民參與的會議 那也希望說能夠跟我們的社區能夠融合為一 所以這個是我們未來在蓋公園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驗證 讓這裡使用的人也非常的多 所以也希望說這個公園結合了打卡 那利用我們組織來改造這個公園的一個面貌 方面也能夠提供民眾一個塑壓 然後散布油氣的一個地方 藉由這個公園的改造 能夠讓我們合體公園有一個感性的一個面貌 大家好 謝謝大家的觀看 喜歡這支影片嗎 我們會繼續帶來更多高雄市政活動 歡迎訂閱開啟小鈴鐺 分享給更多的朋友 等你喔 謝謝大家